例如说这是我拿交通局的一个文件来跟各位去做说明 所以我们先讲这个台北市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对外提供资料或报告之排版样板 好我想要跟各位先分享一下 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局或者是哪一个性质的单位 其实公文的编排或文件长文件的编排 其实都应该做到统一才对 所以我现在先跟各位分享这个统一样式 统一样式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假设是我们的第一阶的样式 首先我们先来定义一下 这个是标题一 这个呢标题二 然后接下来这是标题三的编号 这是标题四的编号 好也就是说假设今天在这个地方标题一 我想要去设定设定它的一个编号方式 怎么样去设定 首先在这个地方呢 最简单最简单的设定方式 我们用这一个来去做一个编号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 这边有这样子一个很多很多种的一个编号方式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我想要去做一个编号的话 所以在这个地方滑鼠邮件点它 有看到这边有一个那个项目编号吗 以前旧版它是有的 可是新版新版在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透过这边的一个编号方式 好我们现在去编辑一下 编辑一下这个清单的阶层 好例如说这边有1加i这个 那是因为它现在选到是这样子一个目前的清单 可是你可能会想要换啊 假设你换成别种都可以 好首先我们就要去问说 我们的编号要不要这样子 有就是阶层式的这样往下盘 好假设我这边的预设 我们先解决这个编号问题的话 所以我们就先随便选这里面 例如说这一种 那它是不是已经定义好这个编号了 定义好这个编号 可是我要改啊 我不可能要用这样子一个编号 所以怎么改 首先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滑鼠右键有一个修改 我们的修改全部都应该在这边做修改 因为这边的一个操作 常用底下的样式 它可以统一一起做修改 所以点选常用这个标题一里面的修改 接下来呢 在标题一里面我们的格式 格式这边是不是有看到编号方式 这个编号方式 这个编号方式 我们可以先定义新的一个编号方式 我们这个编号怎么定 例如说我们有很多种 很多种的样式 你可以自由去选 没错 但是大家统一这边会用到的 有这一种 有这一种 还有 假设是 我们先看第一阶 第一阶的话 我们用最多笔画的那个大写的一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看到一个点 一个点可以把它删掉 这个点是固定会出现的 所以我们要变成一个顿号 所以直接在这边输入一个顿号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点确定 这样我们就设定好了 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一个 这个是我们的标题一 然后点选确定 然后 点一下它 有看到吗 它就直接套用成这一种样式 有看到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设定 那例如说 假设 假设我在最下面 最下面 我的所有的文件的最下面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本来是一个内文的样式 然后我这边我输入 例如说目的好了 假设我现在输入目的 然后呢 这个目的 它是属于 标题一的 所以点一下 你看它这边 前面是不是会自动变成 二 然后一个顿号 要用这样子一个设定方式 统一一致性的修改 那我再举一个标题二 标题二 那你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标题二 就是一 需求建议 然后接下来里面 有四阶的项目 例如说这个 一 技术建议 二 研定本部 空间 什么流通的 作业规范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是标题二 那标题二 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设定 假设我们原本 原本 没有编号 没有编号 那我就直接先把它删掉好了 我先 它这边有一个功能 叫更新所有的标题二 以符合我现在的这种样子 好 你看哦 这个没有编号了吗 下面这个 刚刚那个二 是不是也没有编号了 这个 可以吗 因为我们要提高工作效率 绝对不要一个一个在那边打字哦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技术建议 我是不是要 我们规定 我们规定的样式 应该是那个一条横线 那一种 所以 接下来呢 滑鼠右键 修改 修改 以后 然后这边 这边有一个叫做格式 底下的这个 像 编号方式 编号方式 我这边我要选择这一种 这一种 好 然后 接下来 假设我现在点选确定 有看到哦 确定 然后接下来 确定 然后呢 然后现在我是不是已经把它编好了 编好 就是只要是标题二 它就变成前面是用这种一 然后 顿号 然后接下来你去看 这边是不是也会跟着直接改 我没有做任何事耶 它就直接一起改 那快速的 例如说标题三 标题三 滑鼠右键 修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格式 编号的方式 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 你会发现 通通都没有嘛 因为我们要的是左花弧 跟右花弧 然后中间是一个 这样子的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先选它 先选它 然后 定义一个新的 新的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可以直接拔 例如说 这边先选好 应该是这一种嘛 然后这边 左刮弧 右刮弧 自己手打进去 而且哦 那个标题三 我们不加这个顿号 这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就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分界符号 既然已经有分界符号 就不需要再多打一个那个顿号 然后点选 确定 它这边是不是就会出现了这一种 然后确定 确定 当然这因为我已经做好了 那我还是尝试做一下 例如说 这是标题三 就是一 技术建议 这个标题底下的下一个标题 假设我今天再加一个标题三 好 那我这个标题三 例如说 如你 然后我直接把它变成第二个标题三 所以我就直接点标题三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直接出现 刚刚前面这个花壶 既有的内容 所以要这样子来去操作 才比较正确 好 那当然这是我们要跟你们分享 就是已经用了几个大写的 大写的一用了 然后这一种用了 再来第三种 左右加花壶 然后这个一 那接下来 在下一阶就是标题四的话 标题四 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就是说 因为那个一都用完 就是剩下用直的一 应该可以理解 那个一后面还是要加一个顿号